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今天主要是談結婚 這位也要結婚 不然他女的小孩要結婚 作家廖輝英廖老師 嗨 大家好 兄弟 教育小妹 謝謝 兒子女兒都在近期內有喜事了 是應該懷孕了嗎 沒有 人家跟我講要兩年以後才懷孕 今天是否認大會 好 另外呢是這個殯葬業者小冬瓜 黃毅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小冬瓜洋溢在幸福裡面 要結婚 對對對 好 另外呢是媒體人許勝梅 永遠希望再婚的我 你可以這樣介紹我 你講真心話嗎 這不是那個真心話大告白嗎 OK OK 好 那另外呢 這個婚禮顧問 Vivi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 好 以及這個也即將結婚 作家 沒有啦 沒有 找到對象了嗎 你做都做了 沒有喔 沒有啦 這個很難講 未來的事還長嘛 對不對 他很怕講的人 所以我們不要講 不能輕易下承諾 我覺得 尤其公開的場合裡面 作家H 大家好 好 結婚是喜事 不過結婚的時候 很多人是不開心的 我們說是在威 因為結婚太磨人了 太磨人了 男女雙方 還有男方的家庭 跟女方的家庭 這樣 那聽說主持人黃紫嬌 跟他小19歲的女朋友 叫孟耿如 交往四年感情穩定 但是聽說 兩個人因為婚禮進行方式 現在也瞧不定 這是假的 對 因為呢 通常兩個人決定結婚 會吵架的第一個 炸彈一定是婚禮的地點 因為婚禮對女生來說 就是完成這輩子最大的夢想 一定要很浪漫 那黃紫嬌45歲了 他現在事業也有成 那孟耿如幾歲 26歲 一個45歲的男人 然後新娘是26歲 他19歲 所以這兩個人 一定對婚禮的舉行方式 差異很大 因為他們討論到要結婚嘛 那孟耿如就說 我希望是一個露天的 是一個有花園的 他是不是教父這個電影 看太多我不知道了 花園的婚禮 因為女生在這個花園裡面 穿著這個白紗裙 看起來就是一個公主 然後他選擇說 那不如宜蘭 宜蘭這個地方很好 結果他講了這些 黃紫嬌都翻白眼 黃紫嬌說 第一 露天 下雨怎麼辦 你就不是公主 你就落湯基啦 這講得好像也對嘛 對 因為天氣不一定能長 對 那麼久 再來黃紫嬌比較實際 他說你知不知道 我們所有賓客都藝人 很多都是大牌藝人 從台北去宜蘭 大家都塞在雪碎 你是要讓大家 看到一排車都是這些藝人嗎 這樣一念孟耿嬌就蠻傷心的 後來孟耿嬌就說 好啊 那不要去宜蘭 不要舉行這種露天婚禮 那你呢 你覺得要怎麼樣的婚禮 45歲的黃紫嬌就說 我覺得來個復古的 扮桌的你覺得怎麼樣 扮桌 想 扮桌想 扮桌想 可是26歲的女生會覺得 其實我覺得扮桌不錯 因為扮桌菜很好吃 而且我們傳統台灣那個婚禮 早期甚至不用在飯店 不在餐廳我們是搭棚子的 記不記得 很熱鬧 我喜歡那樣的婚禮 所以為這個事情兩個人炒飯天了 光是舉行婚禮的地點 到現在兩個人不講話 你看有多嚴重 是是是 不過這個倒是可以問一下 就是說戶外的 有採光的幾個月後 是不是不好掌握啊 其實它真的是氣候的部分 是我們在幫新人 籌碼戶外婚禮最擔心的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去預測 那一天它會是晴天 陰天雨天 都沒有辦法預測 不會啊 那你就每個人花一個 一把傘是不是 不是 一個 高帳房嘛 雲儀啊 雲儀喔 跨直棒 因為我們真的曾經就是有幫新人 辦過戶外婚禮 那因為你一定是日期比較近才會知道 它體驗器 就氣象報告就是它當天會下雨 所以我們當天真的買了六把 六十把傘 現場stand by 隨時就是只要一下雨 大家就要全部出去發 那對新人來說 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因為它預想的是它白沙拖地 很美的有沒有 走過那個很多花卉啊的那個布置 但如果它一旦下雨之後 它白沙會弄髒 而且大家擬定 那下雨天有些 冰客它不一定會願意撐傘 在那邊管理 它就會有很多的狀況產生 可能就不去了 對 就會有很多的狀況 因為我們也 躲到戶內去了 對 因為我們也有遇過 它除了是下雨天的魔人之外 還有就是太熱 我們也遇過那一種 五六月其實天氣感覺還好 但其實如果你在戶外站 你就可以知道半個小時 你就已經快融化 我們就遇過那一種 冰客全部都躲在樹蔭下面 只有新人自己站在那裡 跟它的冰箱 因為大家都不想要在那邊曬太陽 尤其現在台北 其實你知道台北人很怕曬黑 對 他們真的就是完全 就是要一直鼓吹說 我們盡量盡量移動這樣子 我曾經在那裡 我自己曾經在那裡的問題 在七八月那裡 那是那個大朋友的你知道嗎 你跟我們那個拍攝到的鍋子 大朋友的 豆子在旁邊煮 斑豆耶 斑豆耶 對 來的時候 大家都穿比較 趴里趴里 夭壽 奇怪 那湯都鹹死死 湯都鹹死死 都流汗 大家都一直滴 家裔耶 家裔夏天有多熱啊 然後還上那個薩芝米那種 哇 你根本不敢吃啊 對 所以真的我覺得 那個當冰客太辛苦了 你知道還坐那種椅子是鐵仔 那種椅子你知道嗎 斑凳 夭壽那裡打下去 哈哈哈哈 我覺得應該是膝蓋的眼睛要生 哈哈哈哈 好 這個不過婚禮在 兩個人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你覺得是女生比較怕黃紫膠 還是黃紫膠比較怕女生 我覺得以男女生來說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男生 有個我們有做了一下分析 就是其實一般的男生來說 他就會覺得 婚禮其實是一個形式 是給長輩跟給女方一個交代 所以其實他們通常的心願 就是會是希望越簡單越好 希望當天可以趕快結束 然後趕快休息 男男人很怕煩耶 對 那是女生完全不一樣 因為女生他可能從小 他就已經夢想 就人家規劃他的婚禮 所以女生他會有非常非常多的願望 希望在當天被滿足被實現 那就會形成說 他們兩個人的一些想法的落差 像我也遇過那種 或者是說年紀的大小也會有不一樣 對 像我也遇過那種年紀比較大的 他跟新娘差 也是一樣差十幾歲 那因為其實年紀比較大的新人 依照我們不管男生女生 其實他只要年紀比較大一點 他都會覺得 婚禮就是一個形式 他不會要求這麼多的活動或什麼 但是因為他娶的老婆 真的太小了十幾歲 他就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想法 那新郎非常的疼他 因為像那種落差比較大 男生其實就是有兩種 一種就是非常的疼愛他 無極限的寵愛他 另外一種就是 你想怎樣就怎樣 我都配合 對 另外一種就是很大男人 因為他年紀比較大嘛 他就會覺得這個不要 他就會做主 那我剛好那一對是 新郎很疼他沒錯 但是也大男人 所以呢他在婚禮上所有的東西 比方說婚紗 佈置 飯店 他都找最好的 那甚至佈置我們都會問說 預算多少 他就會說無上限 我新娘開心就好了 真的 就是這樣把他當新娘 然後我們討論完流程之後 我就說那新郎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他說我只有一個要求 就是我當天絕對不上舞台 然後不上舞台 我們就想說那這場婚禮 你是主角 你不上舞台的話 只有新娘一個人 因為女生怎麼可能 他不想上舞台 他當然就是那麼美 結果新郎就很堅持 就是他就是不想 然後後來我們就 哪有那個新郎不上去 那個給新娘 那很奇怪 你這樣子就表示你不寵他 他只出錢而已 對 就是出錢 真正寵他就是說 讓他完成他心裡面都願意的事情 我們還看到那個婚禮 對不起 那後來呢 後來新郎就是 他當天就很生氣 反正就訪台之後 他就拍這個說 我告訴我當天就是不上舞台 你如果硬要讓我上舞台 我就看你是你難看還是我難看 喔呦 他就跟新娘子這樣嗆 他跟我講 不是跟想 跟妳這樣嗆 因為我在規劃嘛 所以他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因為其實 我們其實就有個底 就當下就不會跟他一朋友說 好 那沒關係 我們就不要上舞台 然後就繼續討論一下 然後很多的流程 我就會跟新娘說沒關係 我會陪你一起 我們就一起完成這樣 然後等到婚禮的前一個禮拜 新郎突然打給我就說 他的哥們要上台致辭 我說那他上台致辭 既然那麼要好 你沒有陪他 很像你對不起他 他說很像也是 我說那你既然都已經要上台 那要不要陪新娘 一起抽抽捧花 一起跟賓克舉個杯 這樣子就好了 結果他就說 欸 他就很像有一點點覺得 也OK啦 因為為了他哥們 他就上去 所以他當天其實還是有上台 只是他的部分就比較省略這樣子 那他不上台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他覺得很彆扭 因為他只有新郎是傳統產業 他不習慣面對人群 所以他上台其實他會很焦慮 他會有種焦慮 就他心裡的障礙 他沒有辦法面對這麼多人 對 可是他在當天的時候 我們發現其實他很營酒 因為他哥們講完話 我們說好 新郎 那你要不要也講一些話 他拿著麥克風不放 他太開心了 就一直滔滔不絕的 所以有的時候只是他們自己心裡 想像的那個畫面 他覺得他過不去 對 但正式的時候 H你那天會想上台嗎 哪一天 我們現在在講什麼 誰結婚的那一天 狀況外面 不 我要講 人都看我 看什麼 人都檢查到你了 你 我在說他對他的案例 我覺得那個婚姻肯定不好 為什麼 這男人不應該啊 你可以為了你的兄弟上台講話 不會願意為了你老婆上台去講 然後上了台之後 你才自己在那邊滔滔不絕 我覺得這本來就有問題了 可是其實我私底下 因為他們其實我們會陪他們去 看場地什麼的 然後新娘去上廁所的時候 新郎就偷跟我講 因為可能經過幾個月就是比較熟 他就說 其實你不要看我在外面很像微風 其實我每次講完之後回家就要罰鬼 就是他其實 罰鬼 那個男的啊 對 他其實是怕新娘的 但是因為新娘他 我覺得新娘還滿好 是他在外面他不會 當他沒面子 他就是好 那你這樣說沒關係 好啊 那就順你 可是回家之後其實他就 新娘可能就會對他 有一些他們自己兩個人之間的溝通方式 好啦 不過人家夫妻的相處方式 我們在這裡沒有什麼好 沒有什麼權力敢講 但是我講實話 就回去要罰鬼這個事情還是不通的 真的齁 還是不通的對不對 好 TOMA如果太太划貴怎麼會難 這個更不通啊 另一種貴夫 休息進來 小冬瓜現在是洗上眉燒還是愁眉不長 其實到現在這個階段其實心情滿複雜的 為什麼 沒有就是會覺得要進入人生下一個階段其實是充滿喜悅的 是很開心的 很開心 對啊 當然就是要往前走一步說其實有很多的未知 因為你沒有碰過 然後跟女方的父母親一起去逛街 然後他只是蹲下來綁鞋帶 然後女生就大聲說我願意 旁邊的人都發飽啊 好幸福啊 他說我能講一首話 結果也沒命都拿出來 就把鞋帶拿起來 而且他沒有好不容易等到他的綁鞋帶 對不對 我那時候準備婚禮是這樣 就是因為沒碰過嘛 就開始上網查一些資料啊 看一些影片啊 然後發現說現在大家年輕人求婚都是搞很多花樣 要跳舞啊 要搞一些那種就是 驚喜 驚喜 對 但趁他不知道 然後安排很多朋友 這某個場合 然後要錄下來 造成輿論的力量 然後準備鑽石 花 對 然後旁邊都會嫁給他 嫁給他這樣 類似像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看完這影片其實蠻焦慮的 心想說我 我要準備這個事情 其實就會擔心自己做的不好 對 然後所以 那另外一方面也要尊重女方 因為我的女朋友其實他是一個 很體貼 然後他也蠻務實的 那 就我跟他相處的經驗跟過程當中 我知道他不會是那一種 喜歡人家在旁邊那種就是 鼓躁啊 說他嫁給他這樣 我跟你講他一定會很不開心 他喜歡愛情不高調 對 他喜歡就是說我們就好好的兩個人 然後很溫馨的 那做一求婚 那這樣子其實他覺得 對他來講就夠了 對 那所以我那個時候其實就是心裡蠻複雜 甚至我還透過他的朋友去打聽一下 就是如果那個小冬瓜要跟你求婚啊 那你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就連這樣的事情我也做 那後來反正我們就 這樣就已經有一點點破梗了啦 破梗的事情待會有一個更大條 後來呢 我的規劃是這樣 就是想說 因為畢竟這麼重要的人生大事 還是會很希望說能夠 有我們比較好的朋友 可以一起參與 然後在第一時間可以分享這個喜悅 所以我那時候的規劃是這樣 首先呢 先在一個餐廳的一樓 一個很小的一個桌面 然後就我跟他兩個人 然後我們就是 我把影片播給他看 然後很溫馨的求完婚 然後確定這件事情成了 OK了 然後這個時候我才會把他請到包廂去 然後這個時候他所有的家人 跟他的朋友 都在那個包廂迎接 那我覺得一方面也不會讓他覺得 不被受尊重 覺得好像是被 強迫 然後二方面也可以在第一時間 可以接受到親人跟朋友的祝福 那我覺得這樣子還蠻好的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在找餐廳 還播了 因為其實有時候工作還蠻蠻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要花蠻多的心力 那那個時候來講找好餐廳了 然後也一個一個跟那個朋友敲時間 然後特別我也請他的朋友 像Vivi也是 那個時候還特別拍了一個影片 請他錄一段話 因為Vivi跟我女朋友是同事這樣 對 所以 所以小東瓜的太太也是婚故 婚故 對 然後就錄影 你幾種包餒 就這樣比較省錢 坐月子中心 對不對 然後 然後所以就是連這個影片就也開始在那邊說話 好 那這時候要講破梗 最大條的來 在準備要求婚的前兩個禮拜 然後因為那個店家因為年初四嘛 他們那個食材都要提前先備料 然後所以他就要先知道說 你有沒有什麼忌口的不吃的 然後我就開始在群組那邊問 結果我一不小心我就把那個對話 然後傳到了一個 有大代的群組 然後那個時候我一發出去 然後就眼睛一晃生想說 我是不是傳作群組 對我傳錯了 然後那時候就非常緊張 然後我就一時情急 我把那個群組裡面所有人 全部提出那個群組 然後把那個群組刪掉 然後後來 我跟你講你絕對不適合去情報局 不適合 然後後來他就打電話過來跟我說 他說 你知不知道現在LINE有一個功能 是可以把對話收回 收回 我在電話那邊我沉默了很久 我就哭出來 我說我不知道這個 哭啦 不是因為你其實很認真的在籌備 因為包含連那次要給他的求婚戒 都是我自己花 然後自己設計 然後花了很多的時間 只是希望想要給他一個驚喜 讓他感到開心 然後結果這件事情就 破梗就覺得有點挫折 就覺得說天啊想要給他 一個這麼大的親 因為你不可能跟他講說 你就忘掉吧 從來 不可能 可是他也很體貼 我就跟他商量說 那要不這樣吧 就是反正細節 你知道 那個年初是有大事要發生 就OK 但是剩下的就不要再多問 想要給他一個驚喜這樣子 然後 不過後來還是滿感人的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很希望說 能夠讓那個求婚 不是只是一個形式 而是有個經驗的意義 所以我花了 我特別播了一天的時間 有一次我私底下 偷偷去找他的爸爸媽媽 然後我們就坐下來 然後我就架好攝影機 一方面希望可以錄一個 就是祝福的影片 然後二方面也跟他聊一聊一些 心底話 然後特別也想說 質詢一下 身為這個女婿 父母有沒有什麼建議 有沒有什麼想法 有一點證據嘛 對 然後對於我們這樣的婚姻 有沒有什麼 可以給我們一些經驗的分享 然後媽媽分享了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故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他說祝福你們 希望在未來的婚姻當中 能夠有一個屬於 自己幸福的存責 所謂的幸福的存責就是 他希望我們未來 只要有發生好事 都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寫下來 然後放進那個幸福的存責 因為他說 婚姻在漫長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一些 價值觀不同的 一切不同的地方 然後 但是如果說 只要發生這件事情 你只要把你那個 幸福的存責 翻出來看一看 說啊 他曾經其實也為我做過了 那麼多的事情 做過那麼好的事情 那這樣子的婚姻 才有辦法 可以就是互相扶持 一直走下去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學習 因為坦白說我並 怎麼講 就是從小 其實並沒有一個 很完整的家庭 雖然爸爸很愛 我也很支持我 但是其實我不太懂得 怎麼樣去成為 一個家庭的先生 或是一個未來可能 甚至人家的爸爸這樣子 對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聽到這件事情 我就很開心 那那天下午其實 就聊得蠻愉快 那這個也蠻有風險的啊 怎麼說 心情不好的時候 打開來存責是零 沒有做過任何幸福的事情 不會啊 不會啊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的 去去為他做些什麼 那那天你要跪下來嗎 在房間 那天還很好 那天呢就是 因為影片他不知道嘛 所以我就放給他看 那當然他那時候就流淚 就很感動 也哭了 對 然後我就找了我很多 攝影的朋友 因為通常都是這樣嘛 你求婚的一定會找攝影的 然後來記錄一下這個人生 最難得珍貴的一刻 對 好這個時候最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當我跪下來 然後我跟他講說 願意跟我就是共度人生下一個階段 就很感人的這個時候 然後他就說 在我說我願意之前 我有一些話想跟你說 然後他叫我先站起來 先坐著這樣子 然後我說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 他說 好像還沒答應 對還沒有 他那時候還沒有 然後他就說 有些事情我要很認真的跟你講 他說 我希望你以後啊 就是 上洗手間的時候啊 記得要注意你的衛生啊 然後 然後就是 就是你以後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跟我商量啊 什麼的 就是會開始會講一些 我們在生活上相處的一些習慣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非常的聰明 因為有攝影機 有攝影師在那邊錄 對 要你承諾 所以 對 第一個那是取下一個承諾 然後第二個也是一個 未來的成堂證供嘛 你已經取下那個 然後那時候很好笑 就看到那個攝影師在旁邊 就手已經有點痠 他說還要錄嗎 還要錄嗎 這樣 對 然後 可是我會覺得那個是一個很珍貴的 那他要求什麼 上廁所 上廁所 沒有啦 就是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不好的習慣啊 然後包含說有一些可能 出去要報備啊 然後不是說晚上晚歸記得要打電話 要跟他提醒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滿多的 他說 叫你要把玻璃的那個水滴要掛乾淨 那個是我們生活當中的一個小習慣啦 就是我們在還沒有同居之前 其實 我個人沒有這個習慣 他希望說當我們洗完澡之後 然後可以把那個廁所的那個牆壁 包含玻璃 就是用那個刮刀把它刮乾淨 就是不要流水滯 因為 站在他的立場其實流水滯以後要清理 其實很難清 對 那 但是其實坦白講 我們以前都沒有想到這些 那說真的我剛開始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天啊這也太難了吧 就是這是什麼規矩 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甚至還跟我的一個朋友 私底下在抱怨這個事情 我就想說天啊怎麼會有人這樣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說 不會啊很正常 我們家就這樣 我就心裡想說 所以是我比較沒有生活好的生活習慣 就說 那我要自我檢討一下 我是覺得這樣啦 就是說 你要講出來 因為這是我們可以幫你平反的時候 以後就沒了喔 其實還好 就是我覺得他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跟他相處 然後交往之後 我覺得 透過他我看到我很多生活 比較不好的習慣 然後我也透過這樣 不斷在調整我自己 說真的到底有沒有所謂 什麼叫做正確的 或是好的生活習慣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是雙方覺得可以溝通的來 然後可以協調 那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適當要尊重對方 那這件事情 我還滿願意幫他做的 整個人跳舞啊 對不對 腳不要互相踩到 只是在講說腳不要互相踩到 對對對 所以我還滿願意幫他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覺得 其實 改變了之後我也覺得 我好像也有在進步 那你對他有要求嗎 其實很少 因為簽這個約不能只是各地賠款 我覺得我們有一個共識 要互惠 要互惠 很好啊 很好啊 跪下來 你願意嫁給我嗎 嗯 然後女生就哭了 對 然後你就把 戒指 戒指 地上 然後他打開 看一看 我不願意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個我當啊 哈哈哈哈 那個 心意滿重的 心意滿重的 心意滿重的喔 沒有因為 就是自己設計的啊 就還好 對啊 錢沒有花得很多 就是說 喔 就是量力而為 自己能力可以 表達 但是我更多的是一個心意 是是 想要做比較獨一無二的 那他會管你的錢嗎 呃 不會管啊 只是說他有時候會關心 一些我的消費習慣 或是我經驗習慣 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因為 我其實有個小小 也不算小小 算有個壞毛病 我有個壞毛病 就是我有購物欲 對 然後我的購物欲是 我覺得有時候是一種 工作上的焦慮跟壓力產生的 嗯 然後就是 當你覺得很焦慮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透過 買東西 然後讓自己覺得 舒壓 對 舒壓 OK 那 我有一個比較好的是 我不會亂買一些 我可能就是 完全用不到的 但是我會買一些那種日用品 比如說什麼 棉花棒啊 然後沐浴乳啊 什麼的 就是我買的絕對 不是 但是 這不是購物欲耶 這是日用品需要用的啊 日用品囤積欲 哈哈 囤積 囤積 因為我有一個毛病 就是我 我用的 我買的絕對比我用的速度快 就是可能說 我可能還因為 用完一罐 我已經買了兩三罐 然後囤在家裡 類似像這樣子 因為我不想要浪費錢 但是就是覺得說 想要找一個合理的理由 然後讓自己可以抒發 對 然後所以就會去買這樣子 然後他有時候他就會看不下去 他就覺得說 啊 家裡其實就有 你幹嘛還要再買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啊 這個反正沐浴乳用完 那以後還是會用的到 你就先放著就好了 他說家裡哪那麼多地方讓你放 對 那他就是 你先放我家 你怕什麼 對 那他就會有時候會 會像這樣子的生活習慣 就會稍微約束一下 那錢的話倒不會說 會很限制我說 你什麼東西不能買還是怎麼樣 那你們有談說錢以後誰管嗎 有 曾經有講過這件事情 然後坦白說也曾經有一點小小的爭執這樣子 然後後來來講的話就是 他也蠻尊重我 就是說反正有一個固定的家用 因為畢竟未來要照顧家庭要什麼 就是要有固定的家用給他 然後就是還是要努力的 就賺錢啊什麼的之類的 固定的家用你給 對 固定的家用要我給 女生要不要給 因為他有上班他要不要給 他要不要給 我覺得家庭是互相的 但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我覺得我不想再 家庭都是互相的啦都是我給 我覺得也可以就是 我個人的習慣坦白講 我不想在錢這件事情上面計較太多 因為我覺得如果太著眼於 錢的這件事情的大貨銷 其實就會有比較的心態 而比較就會讓自己很不舒服 也不開心 所以我覺得就是會變成說 你提的要求在我能力範圍可以 我就會盡量給 那至於他未來要不要 我覺得那是他自己的決定 對 因為你今天你必然 你今天既然已經選擇了這個人 成為你未來的伴侶 其實某一種程度上 你就要會很相信說 我們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都會是互相的 我們就要看看你在節目上的誠意 對 那你答應家用一個月給多少錢 目前大概講的大概是六位數 對 各個十百千萬十萬 十萬以上 不是 因為就是講這樣 感覺好像比較多 但可能就只有十萬這樣子 那不錯喔 兩個人要花到十萬阿 對阿 沒有啦 因為其實我覺得一部分是儲蓄 因為他本身也有理財 他本身也有在做保險 然後也有理財的觀念 然後因為他自己本身 其實我覺得很好 就是他沒有會亂買東西的習慣 就是他買東西他一定都是買在島口上 所以如果說就算我錢要給他灌 其實我也很安心 就是我不會覺得說 他今天拿的這個錢會到處亂化 不會 他今天如果拿的錢 未來也是一定是在經營家庭上面會使用 對阿 所以就是他有一些錢 因為我 我承認 小東話講這個出來 大家看的壓力很大 為什麼 家用給十萬就不是 而且他才二十八歲而已 這不是一般男生 沒有能力強阿 我知道啦 我們是別的方面能力比較強 但是 就很難這樣比較嘛 沒有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因為這樣講好像自己收入很高這樣 其實也還好 因為我自己本身其實沒有太多奇怪的花費 就是還蠻正常的 你也缺一缺了啦 對 然後但是就是 他也會希望就是說 透過這樣的方式 也算是半強迫我儲蓄 因為其實像我這幾年 因為事業在發展也買了房子 然後其實也有蠻沉重的房貸的壓力這樣子 對 然後 所以那個十萬塊也包括還房貸 就是他等於說 他會幫我做安排 理財上面的安排 然後就等於說 未來就是 除了家用之外 那他也會幫我做儲蓄 因為以防 因為畢竟 怎麼講 就是未來的發展都很難說 你也不知道說 你的事業是不是一定都會 一直都會這麼穩定 對啊 然後所以就是變成說 他會幫我比較顧慮到那一塊 那我覺得我也會比較安心 就是等於我可以 比較全力的去衝事業 我不用太花心神去管說 這個錢到底 我以後要怎麼樣去安排比較好 而且你覺得他簽的是 尼布楚條約還是艾魂條約 我覺得都不太 我覺得我跟你講 我覺得是馬關條約 後來人的經驗告訴你 你可能還是 你一個婚前協議書 會好一點 蛤 婚前為什麼 我覺得他要保障一下 他自己的權利 不是因為你現在 就是無條件的給嘛 你懂我意思嗎 可是 可是哪一天如果 你知道 哪一天如果 怎麼樣的時候 你還是要有一份 你自己 什麼意思是要怎麼樣的時候 也是有可能離婚啊 對不對 也是有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我是小東話的朋友啊 我女朋友 我實在沒多久 沒關係啦 對不對 一個鏡頭給小東瓜的女朋友 因為他在那邊 小東瓜不太敢講 女朋友就站在他對面這樣 對對對 來拍一下 拍一下 嘴巴震一下 嘴巴震一下 出現了 對對對 唉唷 鏡頭跟你對鏡頭 我跟你他也沒有在怕你 蛤 沒有他比較害羞 對 好 這個 什麼時候去提親 呃 坦白講 就是我前幾天才剛跟 跟他爸媽就是 約要吃飯了 大概這兩個禮拜就會提親了 因為這個都是 環環相扣的嘛 你一定要提親 有日子你才有辦法 接去做後面的事情 這樣子 對啊 也會盡快 希望把這件事情給完成 就今年就 就半婚禮了 呃 現在看起來應該會要到明年 對 因為我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有個禮書 就是其實跟我們商一樣 就是 喜也不沖喜 因為他今年他弟弟 要預計到八月要結婚 嗯 那你要嘛就是要往前推 要不然就往後推 對那所以就變成說 如果八月往前就太趕 那可能就要等到明年初 對不起 聽起來啦 就是說還是他對你有一些要求 嗯 生活上啊 未來家裡面的開支啊 對對對 但是好像你對他完全沒有要求 其實我還好欸 因為坦白說 弟父 喔你這樣我們很難主持 哈哈哈哈 不會不會不會 不會啦 他很OK的 就是 呃 我沒有什麼要求有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他很成熟 嗯 然後在很多地方其實我也 算是他可以治得住我 對所以我都還蠻甘願 因為我覺得他講的是蠻正確的 我也願意聽 嗯 對那所以就是他有提出了很多的一些 生活上面建議我都會願意改 嗯 對啊那所以說人家就是跟我說 你們有常在吵架嗎 我說我說沒有吵架 我基本上就只有挨罵的分 嗯 對 可是我會覺得就是說 什麼事情你會變嗎 呃比如說像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呃金錢上面的花費 嗯 然後或者是說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小小的習慣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 時間上面的就是作息 嗯 比如說像我自己本身是一個時間很不固定的人 嗯 對因為工作的關係 其實我沒有辦法很很好的去安排我的 因為常常會有突發的狀況 那但是他的生活習慣 他是很希望說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按部就班 嗯 能夠提前有規劃 那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比如說跟爸爸媽媽約時間吃飯 他就會覺得說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也跟爸媽約的時間 那你就一定要很準時的到 嗯嗯 對但是坦白就是我們有一次約跟爸爸媽媽吃飯 我還是大遲到的快半個鐘頭 嗯 因為你工作上的關係 對對對對對 但是但是我覺得但是我自己是要想辦法去克服的 因為畢竟 確實在他的家庭觀念來講 就是這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 沒有什麼藉口是可以讓你去針對這件事情都還可以遲到 不過我想如果你真的是工作上 我覺得他的爸爸媽媽 你的你的越父越母也會原諒啊 這真的是 因為女婿在拼事業 嗯 對對對不是刻意的啦 好那你的婚禮就由太太籌備 太太是婚故啊 呃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 我後來才發現就是像VV講的 就是婚 通常如果當過婚故主持人的人 他在面對自己的婚禮就有兩種 那嘛就是有很多的想法 那嘛就是完全沒有什麼想法 嗯 對然後我女朋友的絕對條件其實 對他來講 其實婚禮就是一個儀式 他更看重的是 未來的生活 嗯 相處的生活 對 對因為婚禮是一下子的 但是婚姻是一輩子的 對所以他更看重的是那個 他不會很care婚禮 嗯 那我有問他說 那你的婚禮有什麼樣的 呃絕對條件嗎 那他就說其實完全沒有 就只要說他的家人 他愛的人在 那其實對他來講就夠了 嗯 我想在戶外想去宜蘭 哈哈哈哈 他不會啦 因為我後來 要不要七八月的時候 我後來跟他討論之後 才發現原來是我的想法比較多 比如說我有認識 因為我自己以前是做攝影 也做設計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可以去哪裡拍婚紗 甚至要不要考慮 比如說海外婚紗或什麼的 然後對他來講 他說不用吧 就拿個相機 你不是會嗎 就自己拍一拍就好了 我就說 就這麼 我那時候很驚訝 這麼不講究 這個角度是對的 這個角度真的是對 對啊 對 然後他就說 你不需要花那個錢 也不需要勞師動眾 對啊 他說你看你人家那個婚禮 拍的那些婚紗 到底有幾個 真的就是會一直反覆拿來看 我相信不會啊 對啊 我當年結婚的時候 只拍兩張照片 就我跟我前妻然後穿著禮服跟婚紗 在某個朋友的家裡面 擺牆前面拍了兩張 站在那邊 坐在那邊 然後再用人家請他們 用那個photo shot 去把它拍一拍 對 就兩張出來 出來很像悲情城市的那個 劇照 我 結果還是你了 果然是不好的照片 真的你們好好對待 這個沒有因果關係 我只是要強調 不需要去那個 再來我們先休息 接換強調 導致我的 好 那 李老師恭喜囉 謝謝 喔 學生女孩 這個好事都進了嘛 對 那 好處理嗎 好處理 因為兒子全員處理 他自己 張羅一切 他的 就全部按照他的意思 他們兩個的意思 然後我兒子付錢嘛 就大概是這樣子 你們老婆都不用 對 該出席的就出席 因為我們現在才提親完畢嘛 兩方面都才提親完畢 我們去女方家裡提親的 那我女兒那邊是男方來提親的 都很 就是 化環為檢 那兩個年輕人也覺得這樣很好 爸媽也覺得這樣OK這樣子 都沒有什麼要求嗎 有講 對男方跟女方都沒有什麼要求嗎 沒有 就是說他們 男方就是有去 就是 我女兒的男朋友那邊有去和八字 就是譬如說他爸爸媽媽 我跟我先生還有他們兩個新人 和一和 然後日子都是他們訂的 那我們同意啊 就是他只要他訂我們就同意嘛 然後他大概是去年 去年年底求婚成功的樣子 你兒子 我女兒 被求婚 我女兒的被求婚 我兒子是兩年前就求婚成功 但是他就一直拖 然後拖到 真的想娶嗎 不是他就 他們已經住在一起了 只是說 就是說我兒子說 那等到他就是說 兩個都賺滿 兩個人收入達到15萬以上才結 月入啊 對 月入達到15萬以上才結 兩個兜嗎 不是 兩個加起來 加起來 加起來 那也不錯喔 加起來 那 結果 小孩 如果妳兒子 如果15萬 他們覺得會娶妳 沒有 不用喔 這麼好康喔 對 這麼好康 妳可不可以想我做小孩嗎 我可不可以 對小孩 小孩不錯耶 小孩不錯喔 對於妳有女兒也有兒子 所以有嫁妝跟騙金的問題 妳可不可以 都沒有意見 可是就是說 他們兩個覺得說 要多少錢 他們才夠結婚的那個 其實還是沒有算夠啦 那他就講一個數目 我們就說好啊 沒關係啊 我兒子那邊也是這樣講一講 他們就說好 就是這樣子 所以 我就覺得說 我們沒有面對面 沒有跟他們家長面對面 在談這個問題 雖然提琴有 找一個 別人去的 但是都沒有談到這個問題 我家裡的情況 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們不要求 那很 就雙方家長 三方家長都不要求啦 都沒有什麼要求 所以很快就 小孩子主導就對了 那我們配合 因為我兒子已經35歲了嘛 所以他就算很成熟了嘛 然後女兒 那他們都搬出去了是嗎 沒有 女兒一直住在家裡 那兒子呢 兒子兩年前搬出去 你們要把他搭買房子嗎 要啊 但是現在沒有了 所以以後再來 因為現在買的話 你不能只買兒子的嘛 也要搬女兒子 我覺得這是公平啦 對不對 這個法律上也公平嘛 對不對 那你覺得只給兒子 你也不會說 把自己女兒放是這樣子 大頭不加重耶 不用中春 對啦 當然啊 倒春而已嘛 有有有 兩個都要 醫生差不多要多少 要兩千萬吧 兩千萬 沒有啦 都中啦 一個人大概一千萬 一千萬這樣就對了 對 我的父母也很好啊 有收乾兒子嗎 你倒出出到一千萬 這表示說 都是已經設定 是在台北市內的房子了 對啊 對啊 也還是邊隨啦 不是只有頭期款 對吧 因為台北市 也沒有太中心嘛 就邊隨地區 對 一定如果要兩千萬的房子 你要倒出一千萬 對他來講幫助就很大 幫助就很大 然後他可能有一些幾百萬個貸款這樣 對對對 嘿嘿嘿嘿 因為我在想說 有人說 不要給女兒 我說現在法律上 規定女兒也要有用 而且 女兒你就自己的手心肉 嫁出去 你怎麼會不管她嗎 當然要管啦 對不對 所以 兩方面都一樣 廖老師還有別的女兒嗎 沒有 外面沒有生 對 阿修哥 我問家是 你要是拿什麼人問 我也有一點朋友 再當生 去拜託就對了 對 對 那個女兒也是很獨立嘛 都沒有要什麼分戒 什麼什麼都是他們自己決定的 婚紗 只有在討論說 這件櫥窗型的要三萬八的 只有結婚當晚 只穿一碗就要借 當天 然後晚上就要還給她 一件就是三萬八 然後她覺得怎麼那麼貴 走一遍三萬八 對 就是我們 你這樣講久不見了 真的 講久不見了 這個市場變成這樣 滿貴的 然後我就看那個 那個布也不太好 你知道嗎 然後樣子我也覺得很普通嘛 就是肉肩嘛 很時髦的那樣子 然後蕾絲布 大紅色的對不對 看起來是大方而已 我覺得 可是就是要三萬八 所以我覺得結婚真的很貴 你是名人耶 因為 廖老師的油麻菜紙 當時 那在台灣真的是 哇 謝謝 人手一本啊 對 很確定 還影響我的人生耶 影響你的人生 怎麼說 廖老師那個時候書這麼暢銷 電影也很暢銷 我有看了電影 就認為女人就要油麻菜紙 嫁出去 我就是反對油麻菜紙追寫油麻菜紙 油麻菜紙 到底是看得到日本 那個電影不是這樣演啊 電影意思就是女人 沒有沒有 油麻菜紙的意思是 女人菜雞命 但是我們不屈服於菜雞命 對 就是說 嫁男生就 他一輩子就是這樣了 這樣 不一定一輩子就嫁到一個男人 也不一定 一輩子就一直在 有婚姻狀況中 他真的喔 對啊 如果他不好的話 我一直半解了 對對 就不一定要像這樣的命運屈服 這樣子 是 所以你是名人 對方有什麼提醒還是要注意的 沒有啊 我為什麼 有什麼要提醒 你名人因為很多有名的人 都來幫你祝福啊 沒有啦 我覺得 我只是請好朋友 打算這樣子 川普會來嗎 川普會來嗎 是金正恩要來啊 金正恩要來啊 蛤 那老師我可以冒昧問一個問題嗎 因為過去像我弟弟結婚的時候 我們就是 其實我們有幫他 等於就是 有提供投機款買房子 可是 比如說弟弟疼他的太太 就會用太太的名字 那我們做娘家的人 就會有一點點疙瘩 那如果你 舉例如果說 你幫你兒子 付了頭期快買了那個房子 可是你太太如果跟 你的兒子如果跟小冬瓜一樣 很寵他的太太 那就是給 就是用太太的名字 你會介意嗎 等於用你媳婦的名字 你會對不對 如果是我我一定介意 多少應該會吧 那是父母對兒子的一個心意嘛 那我想如果媳婦很成熟 他應該會知道說 別關係對不對 因為我們已經不分了嘛 那你媽媽的 就你爸爸媽媽的心意就是 就是 就讓他們 就在這裡表現 就讓他留著什麼 廖老師 廖老師 談到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 這個 欲有所知 欲有什麼 沒有 我覺得你今天變成很無修 我第一次有獲得講話的機會 今天 真的喔 那等一下都留給你 好嗎 沒有 沒有老實講啦 我覺得 結婚真的很繁瑣 花錢的地方真的很多 你有發年輕的會忘記嗎 嗯 我兒子那邊是因為拖了很久嘛 所以他們大概 那個女孩子比較 比較不會很強硬啦 就是表面上比較不會很強硬 但是 表面上比較不會很強硬 這有了多少輔助詞啊 但是 我女兒就是說 跟他的男朋友就是兩個比較合 那 會妥協 互相都會妥協一些 他妥協這個 他妥協這個 那個男孩子 也很好溝通啦 所以大概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 其實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提心也就是 他爸媽也就說 那趕快先去你們家拜訪一下 因為 既然要 那個 晚輩要結婚的 那個長輩都還沒有見過 所以他本來過年前就要跑過來 過年前我們家都沒有整理 所以我們一直硬把它拗到那個 過年後 那弄得很像樣的時候請他們來 結果那一天就很愉快嘛 該談的就談了 所以那個 準性家就說 那好像也可以不要提心了嘛 可不可以 然後他這樣問我們兩個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就趕快點頭嗎 然後我說 我突然想到說 那要問那個年輕人 所以年輕人說可以就可以這樣 對 你嫁長的兒子有誰對方 一般油麻菜池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書是最不值錢的東西 我都不在那個什麼重要場合送人家的 太好了 沒有沒有 最值錢 再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為什麼你知道 好來來來來來來 小冬瓜 廣告時間一直跟我說他要補充 他要補充 他要補充 他要補充什麼 沒有啦 就是我想要講 因為剛剛 這樣聽起來感覺好像他是一個很強勢的女生 我要稍微補充說明一下 怕什麼 你現在 為什麼 還是要講 還是要講 對 這個很重要 還是要講 就是 因為我相信他爸爸媽媽應該也會看節目 爸爸媽媽這麼有水準喔 哇 哇哇哇哇 真的好注意 對啊 就是 因為其實 為什麼會這麼早就 就交往三年會決定要跟他 而且這麼死心塌地的 不管他怎麼樣 所以 剛剛提到說 在生活經驗上 很多 還可以給我很多很成熟的 一些建議之外 最重要的事情實際是 因為兩年前那個時候 剛好遇到人生當中一個很大的低潮 然後那時候的公司其實也就沒有了嘛 我那時候必須要另外 就是 等於一無所有 我必須要重新再籌組一間公司 然後 那個時候坦白講 我自己心裡沒有譜 我不知道說 我還能不能夠繼續走下去 因為 當時還有負債 等於說那個狀況其實很不好 然後 所以有一次 我就很認真的跟他講 我說 我說 你 我們當初交往的時候 可能曾經答應過你很多事情 可是 我覺得我 我 現在這個狀態 我可能沒有辦法再給你任何保證了 甚至我 我現在連我 能不能夠穩定 生活 有收入活下去 我也不知道 然後 我就這樣跟他提 然後他那時候 連想都沒有想 他就只跟我講一句話 他就說 你怕什麼 誰說你只能做 這份工作 你可以跟我學做保險 要不然你學婚禮主持也可以 我可以教你 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這句話 也因為當時這件事情 讓我打從心皮 就覺得說 我這輩子就他了 因為 如果說能夠在人生 這麼低潮的狀態之下 他可以 不計較任何的 這種 劣勢 甚至他也不計較說 你曾經所發生過的這些等等的 都願意這樣的 無條件的接納你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我們還有什麼難關會走不下去 對 我們了解 真的很好 對 其實你應該 考驗再大一點 你告訴他 去哪一張假的借據說 你其實外面 他們是經得起考驗的 我可不可以幫他小補充一下 因為兩三年前 小冬瓜 我跟他約吃飯 他帶他女朋友來 因為我們必須講 是這個好不好 曲長德 你不要上三的好不好 我跟你講 因為小冬瓜跟一般的年輕人不一樣 那我覺得 因為我第一眼見到他女朋友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 他不只是他的女朋友 這個人其實是他的家人 然後因為 他給了他一個完整的家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人不能體會 小冬瓜心裡面一個 一個很幽暗跟缺口 他跟一般人不一樣 因為即使是冬瓜哥在的時候 他也沒有一個完整家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小冬瓜也有抱怨說 他都已經長大 畢了冬瓜哥 還問他說你今天怎麼沒去上學 那件事 所以這個女生對他的重要性 超過女朋友跟另外一半 我講講對不對 完全 我講到你哭了 所以他一定要 對 你這個眼淚有扳回一層 就是 我記得 對啊 我記得那一天 就是 我帶著簡單的行囊 然後 搬到那個我們現在住的那個地方 然後那一天晚上我就 我就哭了 我就跟他講說 謝謝你願意給我一個完整的家 對 這是我一直都很期盼可以得到的 對 所以我也希望說能夠 更努力的去回報他這一份 對我的 不管照顧也好 像家人般的疼愛也罷 或是像伴侶之間這樣的生活 我覺得這都是 我很開心 而且很踏實的 因為自從有了這樣子的 決定 然後也說要踏入婚姻 我覺得其實 生命有一個很特別的轉變 就是會開始覺得 現在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越來越踏實 因為你會很知道 你有個很明確的目標要努力 你也知道說 你不再是自己一個人 什麼一人保全家保沒有 就是你做任何的決定 其實你背後可能還會有 你的家人存在 那一份雖然牽掛 有時候會是一種負擔 但是也會讓你覺得說 我的存在是有價值的 我的負數是有意義的 我覺得那是很快樂 很幸福的一個負擔 對 看到真正什麼叫幸福的眼淚 真的 其實剛剛大家就是都有在講說 小德國很像就是 毫無條件的付出這一點 其實我自己以結婚的經驗 我也會覺得說 其實夫妻之間真的不要 在錢上面計較太多 因為往往都是 從錢這個導火線開始 然後兩個人開始有一些 爭執 計較爭執 然後到最後就會開始比較 誰付出的比較多 然後到最後就會慢慢的 衍生問題越來越大 所以我其實還蠻贊成小冬冠 就是 因為我覺得男生要大氣一點 不要去跟女生計較那些 欸 哈哈哈哈 怎麼會講到這樣 不是 女方代表 真的 不要計較太多 男生大放一點 加上我又是他女朋友閨蜜 非常了解他女朋友的人格 真的 他值得你這樣子做真的 對 不要計較太多 男生不要小氣 哈哈 就像我爸以前常常講的 你會比較感恩 哈哈 那你們家錢誰管 我們家 我們家其實還蠻 就是各管各的 因為我們都有收入 但是我們有個共同的 呃 就是原則就是大的 都是我先生出 然後我就是出一些小的 大的都拿出 小的你出 對對對 就是 就是 就是錢不要太計較 老公出多一點 老公出多一點 對 所以我還說男生要大氣一點 對 因為我們 我們既然結婚就是要 全心全意的去經營嘛 不會想到之後什麼 離婚有的沒有的 時間 哈哈哈 你知道他們婚故的 這個廣告詞就是 他值得你付這麼多錢 哈哈哈 真的喔 因為都是男生 很多是男生 在付這個婚禮的費用 對對 基本上男生要從婚禮的那一刻 就是展現你的誠意 嗯 你要從 從這個上面去看你 多疼愛這個女生 通常啦 會是 這是比較 明顯具體的一個表現 是 所以我覺得你很棒 對 不然我想知道 小冬瓜真的是很棒 嗯 跟爸爸 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嗯 好 那H你剛剛一直 為什麼一直搖頭 我沒有搖頭 哈哈哈 那我從小冬瓜身上 重新又獲得了一種 人生的光裡面的一種感受 嗯 不是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過來人的經驗很多啦 所以 如果你一直偏頗的說 男生就一定要無條件付出 或什麼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 是離了婚之後 男生他受傷也很大的 嗯 所以我其實 不是那麼完全認同 可是我 我贊成男生可以大氣一點 嗯 但是你不可以毫無保留的 沒有底線的 完全付出給對方 然後到最後 一旦發生問題的時候 你一無所有 你淨生出戶 其實 慘的是你自己 淨生出戶還是 你年齡大一點還好 對 但是女生被 女生被淨生出戶的時候 年齡大了又沒有半樣 沒有什麼東西 又生了孩子又這樣 淨生出戶的話 我懂我懂老师 但我的意思只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究平等嘛 所以你可以保障的 不是只有單方面的權利 對 應該保障雙方面的權利 都會 這樣比較好一點 嗯 不要過度解讀的 只是我一罐的 哈哈哈哈 一罐的這個態度 我們先休息 好可愛 對 他今天都來騙錢 都還沒講到話 好 其實H是作家 那他在兩性的部分 也有他讀到的見解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讀者 所以有個讀者 跟男朋友交往八年 原本預計在今年四月結婚 可是後來又有變 對 這是去年他寫過來 給我的一封信 其實我常會說到讀者 在結婚前遇到問題 然後寫信來問我 跟我講他的情況 那我常常跟他們講說 其實談到結婚的時候 就好像是雙方家庭 在攤牌的這一瞬間 因為在那一時候 你就會知道 對方的經濟狀況 你會知道 對方家庭的價值觀在哪裡 那這一個交往八年沒結婚 沒有結成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在交往的時候 男生對他都很好 只有一件事情 比較不好一點 就是男生的經濟能力 可能比較差一點 比如說付太數錢來或幹嘛的 那女生都沒關係 因為男生告訴他說 他把錢 存的錢都放在他媽那邊 放了一筆結婚資金在 所以到時候結婚 他們就可以有這筆費用 可以使用 但沒想到真的正式 要開始談結婚的時候 男方就告訴他說 其實沒有那筆錢了 因為三年前 他的母親被詐騙集團 騙走了所有的錢 而這段期間內 他在跟他交往這幾年內 男生也拿他的車子去貸款 去支付他們自己家裡面的費用 所以他就沒有什麼錢 跟那女生在交往 那女方知道之後 當然就很難過 所以他就決定說 那我們就先暫停這個婚禮 取消掉 取消掉之後他決定說 我自己再多賺幾年錢 兩年或三年後 我們再來重新舉辦這個婚禮 那這樣聽起來 女方是很好的嘛 因為她願意做這件事情 但是這個時候呢 女方的家人跟朋友就會開始講說 你看這個男的騙你 一來他騙你 二來他家裡又沒錢 你何苦要再跟他繼續下去呢 男方的家人也過來講說 你比較強勢 然後你比較有錢 如果我兒子跟你結婚的話 我兒子可能會被你強壓下去 結果就變成 兩邊家長都不贊同他們結婚 這件事情就這樣 因為他應該說這件事情 他就寫信來問我 我就告訴他說 那就不要結了 因為我跟他說不要結了 原因不在於錢的問題 我在於是 這個男生的心態是 你沒有錢沒關係啊 可是你到底有沒有想跟對方結婚嗎 因為這是目標性的問題是 你就算沒有能力 你就算沒有經濟能力 沒有積蓄或現階段狀況不好 你如果有一顆愛對方的心 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會努力的做 就像小東瓜剛剛一直在提的 心意最重要 所以我後來就鼓勵他們 就不要結婚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是是 其實我覺得 結婚的過程 太多人 容易因為雞毛算筆的事情結不成 沒錯 完結 兩邊完結 鬧到 甚至大打出手的都有 可是也有很大的問題發生 結果你如果交往很久 老是不結婚 通常都會出問題 我這邊最近就今年 接到好多這樣的例子 譬如說有一個交往 大概交往五年多 同居大概兩三年這樣子 的年輕人 結果呢 他們住在一起的時候 那早上要上班的時候 南方都騎摩托車載他去 然後再自己去公司 可是呢 到了 結果他們就已經先訂婚了 然後也先登記了 那剩下婚宴是 離那裡 離那個發生事情的時候 大概一個多禮拜 一個多禮拜以後 所有洗腿全部都發出去了 而且砍破人說 你要不要來 你要不要來 都已經確定了 結果他又覺得他的 威豐夫很奇怪 就那一個月之內 他覺得他出 那個女房出國一次回來的時候 他是出差出去回來的時候 發現他的威豐夫很奇怪 就是說 早上都比往常 早上比往常 不要他叫 就自己起來 而且提早出門 然後衝衝馬上說 我公司有事 有什麼人要找我做 不是要帶太太上班嗎 蛤 不是要帶太太上班 他就沒有帶了 結果那個禮拜幾乎常常 如果他有趕什麼 幾乎都在趕 然後就說 那有一次呢 就最後那一次的 他太太 他說你等我兩分鐘 我粉底某一下 我就可以在車上服裝 兩分鐘不可以等嗎 他說不要啦 你自己去 我要趕著去哪裡 做什麼什麼這樣子 所以這個女的 就覺得很奇怪 他就用那個 用手機的 有一個AVT的軟體 追蹤軟體 就追蹤他先生 就看到他 停在某一個 在中途 停在某一個小店 大概不到10分鐘 然後就直接進公司 進公司的時候 才8點10分 離他們9點上班還有 50分鐘 50分鐘 他想說 他去公司幹什麼 打班啊 他以前都沒有這樣子 他們公司的業務 都不會這樣子 他們非常準時 上下班的那種模式 所以他就覺得很奇怪 那麼他到公司去以後 他就打一個電話 給他那個餵戶戶 你現在說到 你看 你別人的事情 都說到這麼順順 到要不順 說到事情 不太順 都要想 沒有啦 然後他就 他打電話說 你今天是在公司約了什麼人 你集成那個樣子 那你中途 你停的那個地方 是買早餐嗎 他說對 他說 你 你剛剛在家裡 我不是幫你弄的那個 那個 早餐你為什麼沒有帶 他說我忘記了 所以我去買早餐 好 那太太就說 那麼你那麼早去一次 到底你跟誰談事情 他講不出來 然後他就說 那你中午要不要出來聊 他說不要 晚上回去再談 晚上回去談的時候呢 那個女呢 大概想了半天 大概 她開始回溯這一個多月來 他這個男的開始很早期 都是七點多就出門了 最慢八點鐘就出門了 他公司以前 他都八點半 八點四十才出發 他覺得說 如果他有外遇的話 應該是在公司裡面 這女的也很聰明嘛 所以就問他說 你新交的呢 女朋友是誰 他直接就沒有說 你有沒有 他說你新的女朋友是誰 他想說他怎麼會知道 所以他就 自己一直講出來 他說沒有就是公司一個 上兩個月才能上班的啦 就講得結結巴巴這樣子 那真的糟了 真的糟了 真的 他太太試探性 但是大概有幾分的直覺 覺得他是 所以就直接問他說 你那新的女朋友是誰 是不是在你公司上班 結果他講出來了 然後講到後來說 沒有辦法 我對你已經沒有感覺了 還沒結耶 對 還沒有結 還沒有登記 還沒有婚宴 還沒有婚宴 他說我對你已經沒有感覺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你結婚 嗯 女孩子說 那麼你我發出去的喜帖 我們發的錢這樣 要怎麼辦 所以男的就不講話 就酸文出去了嘛 這女孩就開始 當然就也有哭啦 也有慌忙 也有慌張啦 然後也生氣啦 然後他想說 那我要先通知我爸爸媽媽 可是要怎麼跟老人家講說 這個婚宴不能辦了 因為通常年輕人結婚的時候 婚宴的主要客人 都是父母的關係 對 因為你自己的其實沒有去做 所以他就覺得說 怎麼辦呢 爸爸媽媽這樣怎麼辦 結果在這個時候 他爸爸打電話來說 那你準備得怎麼樣 他就把這件事情 跟他爸爸講 說那我們到底要 就這樣喊脆 還是說要怎麼樣 當然嘛 是喊脆 可是爸爸怎麼想都想 爸爸說舉行 那婚禮照舉行 反正你跟他要錢要不回來了 我也不知道要什麼錢 就是說 他就說 就繼續舉行 但是結完婚馬上辦離婚 所以他就決定這樣啦 怎麼可能 可是兩個人完全沒感情 還要上台去那邊 勇於愛和 找生貴子 而且爸爸很生氣 還要把女兒交給他 對嘛 結果呢 第二天他 交給他的時候 應該踹他一腳吧 男朋友第二天想 那個晚上沒有回來 不知道在哪裡思考 還是說去跟新灣告別 還是怎麼樣 最後第二天回來 就跟他講說 他很對不起 他不應該講 早上跟他 昨天早上跟你吵架 講這個話是不對的 那我們還是 我已經要跟那個人切了 他說我已經要跟那個人切了 因為我們的關係其實 也就是這個月才開始的 所以我們從頭來過好不好 你想你方會 因為已經連也丟了什麼 青春爛會的五六年 到最後通常男方表示歉意 他都會接受 所以就打電話回家 跟他爸爸講 那人家老人家也覺得說 雖然看起來很危險 這個婚姻不是很安全 但是就看他的命了啦 看他們兩個也有怎麼樣 就結婚了嘛 結婚 就宴客了 宴客了 宴客了 宴客了啦 宴客了啦 所以現在才兩三個月 所以目前 目前據他觀察呢 那個女孩子已經離職了 但是 不曉得沒有聯絡 不曉得 那所以這個婚姻 其實兩個雙方都坐在一個 一個不安嘛 一個是不定嘛 就是我覺得對方有一個 另外還有一個犀利在吸引我 那個我覺得很新鮮 很那個 王養廖老師 這個社會君子不是很多啊 以前皇帝要撤他的大臣 有沒有人是君子 他就找一個女生來 然後呢 就在胸部幫他塗了黑灘 然後呢把燈關掉 然後讓大臣全部都走過去 然後走完之後他就把燈打開 他發現每一個人手都是黑的 只有一個大臣手沒有黑 他就說你讚 夠君子 被皇帝稱讚以後他就笑了 結果牙齒是黑的 先休息一下 這個好笑 應該是舌頭是黑的吧 好這個Vivi自己 你是婚顧 對 那你的婚禮是 我的婚禮是我跟我同事一起籌劃 對 那其實最近不是 聽說你辦婚禮的時候也崩潰大哭 對 為什麼 完全 因為像剛剛小冬瓜也有講嘛 反正婚顧不是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很多想法 一種就是什麼都沒有 對然後我是處於就是比較多想法的 可是因為我老公工作非常非常忙 從籌劃的整個過程中 我老公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全部看好 他就是一次去付錢 之後婚紗店 這樣飯店就是付錢 我跟你講這個是很好 真的嗎 因為兩個人沒有衝突 對 因為他覺得他要跟我討論 其實他也討論不來 因為他不懂嘛 然後可能 我又比較專業 他也講不贏我 所以他就乾脆就順著我 那 可是因為到 我們其實 應該說大部分東西都底定了之後 在婚禮的前兩個禮拜 只剩下活動 活動的細節怎麼排 然後音樂要怎麼搭配 我就坐在辦公室裡面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我那時候很像 被 打到還是什麼 我就突然大哭 就說我覺得一切都來不及了 然後那時候因為9點半 大家其實都陸續下班 只有幫我籌劃的那個同事在 其實我那時候就有一點點跟他怯氣 因為我們婚禮 我剛好結婚的時候是旺季 旺季的時候 就是他同時間有好多組新人 所以我就會有一種覺得吃醋的感覺 就是為什麼你顧他 我都聽到你在處理某某新人的事情 你怎麼都不管我 可是我同事心他會覺得 你自己就是婚顧 應該也不太需要怎麼管你吧 因為我們自己都很多想法 所以他覺得你自己就可以處理得很好 可是我發現我其實不是真的要做事 我是要有人呵護我 我說覺得怎麼樣啊 籌劃怎麼樣啊 因為我老公不管我嘛 所以我就沒有人可以發現 也沒有人可以討論 只有我同事可以依靠 然後我同事就 他就突然很冷靜地坐下來說 好那你現在說 你覺得你什麼來不及了 他這樣問我的時候 我覺得也有點像 警察局在辦案 真的嗎 我真的想不出來 我只有大哭說 我不知道 我就是覺得我就是來不及了 他說好 好那你覺得什麼東西不行 我現在陪你熬夜做 我們就一起弄 把它弄完 結果後來他講完話之後 我就開始收包包說 其實很像也沒有 我就開始收收 很下班了 這就只是一個發洩 後來我就 婚前焦慮 後來我遇到很多新娘 她婚前 就是哭哭啼啼 或者是她崩潰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我非常可以理解她的心情 因為我婚禮結束完的隔天醒來的時候 我突然清醒了 就覺得我到底兩個禮拜前在哭什麼 其實覺得那很像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 可是你在那個當下那個氛圍 你就會覺得 確實 沒有都很焦慮 像我女兒才剛開始對不對 可是 我有說那個要演講性的那個PPT 叫她幫我做 她就會很脾氣很壞 就會動很壞 你知道我加班 她們昨天加到晚上兩點半 前天加到一點半 然後我還有多少工作要做 還要幫你做這個東西 她還要籌備婚禮 對 還要籌備婚禮 對 然後還要幫你做事 然後有時候問她 妳籌備婚禮怎樣 不要問我啦 什麼這樣很麻煩 結果要崩潰就是了 就要崩潰了 快要崩潰一樣 妳現在有比較順喔 就講到女兒 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香港有一對情侶非常有名 大家也認識 一個是鄭義健 一個是梁詠琦 她們在一起很多很多年的時間 也都住在一起 那因為男生一直沒有求婚 那女生就認為說 我們也該結婚了 那既然妳沒有求婚 那就表示就是說 我們就是朝結婚的目標前進 一切就我來做 因為他們生活上所有事情 的確男生沒有意見 有一年 因為他們從在一起之後 每一年 他們都會從香港到東京去滑雪 那那一年要去滑雪的時候呢 她就跟她約了 就說我們什麼時間要去滑雪 OK 那女生是不是就機票 什麼都訂好了 他們從香港機場要出發的時候 男生就發現 女生帶了媽媽 梁詠琦就帶了媽媽一起去 那男生就說 我們去滑雪 妳帶妳媽幹嘛 然後她就講了說 沒有我媽說想跟我們一起去玩 她不會影響我們 這一件還是覺得妳怪怪的 等到他們從這個就是 香港要飛這個東京的班機上 哇 驚喜 梁詠琦就提醒鄭義健說 妳不記得了嗎 蛤 我們當年啊 就是坐這個同一班飛機 同一個位子 同一個號碼 來囉 男生心裡就開始有不祥的預感 然後他們一到東京之後 照理說就要出去滑雪或什麼 其實在到東京的時候 梁詠琦就告訴鄭義健說 驚喜 我們要去夏威夷結婚 蛤 鄭義健都不知道 不但不知道 你知道梁詠琦什麼東西就訂好了 從他們要到夏威夷的時候 的禮車 家常行禮車 樂隊 新婚蜜月房 全部都好 所以她帶媽媽啊 但是她沒有通知鄭義健的父母親 這太麻煩了 然後妳知道男生的反應嗎 結婚 妳自己去 真的妳自己去 然後鄭義健當下買了張機票 然後就到台灣了 那個婚沒有結 逃婚 那妳要不要去 所以她就帶著她的媽媽 就到了夏威夷 然後享受了新婚蜜月套房 家常行禮車 樂隊跟婚宴 妳這樣子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之後 妳有想到男生的感覺嗎 可是女生會覺得 啊妳太過分了 我都為妳好什麼 可是男生會覺得 妳妳就等於拿個棒子把我打婚了 這女生太不得了